男生多高最受女生欢迎 韩国的测试节目找了4名 从1米6到1米9不同身高的男生 戴着墨镜和口罩 让6名女生分别和他们接触 最后找出最能让女生心动的身高 首先1米6的男生上场 女生忍不住笑了 都夸他可爱 比起男友 1米6的男生更像弟弟 女生觉得自己更应该保护他 到了亲密接触阶段 男生卖了个萌 就把女生迷住了 有的女生一把搂住他 还有体验牵手的 然后问男生有没有心动 原来全是向男生展示女友力的 1米7的男生上场 女生开始兴奋起来 有人直言 这就是自己最喜欢的身高 不过1米7的女生表示 自己没法心动 到了亲密接触阶段 有人体验摸头杀 有人体验俯卧撑 还有人体验壁冬 从女生们害羞的表情不难看出 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1米8的男生上场 矮的女生表示 脖子已经开始酸了 有人觉得男生身材和气质都很棒 就像高领之花 更多的人还是觉得 他就是理想男友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幻想 和他约会的情形了 到了亲密接触阶段 刚才想要拥抱的妹子 愿望成真 还有靠在男生肩头 提前体验约会的甜蜜 总之女生被迷得 不要不要的 1米9的男生上场 站在他面前的女生们 全像小孩子一样 女生直接吃了个大惊 感觉自己喘不过气了 有人表示 男生的腰 动得和自己肩膀一样高 男生得意的提了提腰带 不过1米9的女生 不能玩过山车一类的娱乐设施 所以不能去游乐场约会 女生直呼好可惜 而且如果想和男生约会 必须时刻注意自己洗头了没 毕竟男生随时随地看到的 都是女友的头顶 哦对 还要注意自己有没有突 到了亲密接触阶段 有人体验摸头差 这个身高差真的好萌 有人让男生背起自己 去呼吸上面的新鲜空气 最后一对女生和男生的合影 看起来就像爸爸带着两个女儿 到了投票环节 1米6和1米7的 分别只有一人选择 1米8和1米9的都各有两人选择 看来最让女生心动的身高 在1米8以上 让我没想到的是 1米6的小伙摘下口罩 竟然这么好看 长得矮的帅哥 你愿意选吗 可爱的女生和性感的女生 男生对谁更心动 韩国节目测试了6位男生 给他们安排4种类型的女生 有可爱的 性感的 漂亮的 还有声音你好听的 看哪种最能让男生心动 节目组事先采访男生 一半男生看脸 一半男生看身材 首先是可爱的女生上场 可爱到有人见她都慌了手脚 男生们表示 见到这样可爱的妹妹 这像把她护在怀中 有人已经幻想 妹子和自己撒娇会有多美好 到了亲密接触阶段 男生害羞到无法直视妹子 甚至有人毛遂自荐 要当她男朋友 有的要和妹子比手掌大小 有人体验被妹子抱住 满满的都是幸福 接下来性感女生上场 男生的眼睛都不知道汪哪放了 有人表示 这类性感酷格其实很心软 有人无法接受女友穿成这样 因为讨厌别的男生盯着女友 大部分男生表示 看到性感的女生 心跳都会漏一排 到了亲密接触阶段 美女的背包杀 让男生原地神仙 有人卑微的让女生搭上自己的肩 最后女生跳了一支舞 给男生们看直了眼 就是这个舞太简单了 不够看 最后是美貌女生入场 她只把脸露出来 男生一见就发出惊叹 有人直接当场求婚 把美女都整懵了 有人放出彩虹屁 看了你我才知道 花儿为什么那么灿烂 原来我今天才开始审美 接下来和美女进一步接触 有人小心地问 你是天生漂亮吗 得到肯定回答后 就又是一阵彩虹屁 美女还为她们展示了 撩发沙 眨眼沙 牵手沙 估计她这个月都不会洗手了 最后是声音好听的女生入场 男生看不到她 只能听到声音 女生一张口就把男生输到了 还表示声音这么好听 肯定是个大美女 男生表示和她打电话 就算付费她也愿意 女生还会模仿角色配音 这可乐坏男生了 立马就让女生模仿了 他们最喜欢的游戏角色的配音 男生们都是一脸佩服 到了投票环节 声音好听的女生就用手机代替 最后只有可爱获得了三票 性感美貌和声音都只有一票 没想到可爱对中打扮了性感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这里是阿云说 记得点赞 关注更多精彩视频 等着你